各地的这个观光鱼市场呢 都有类似偷金减两的事情 由鱼饭私下透露了秘密 你在买鱼货的时候呢 先注意它用什么网子去捞海鲜 如果是布网的话有玄机了 因为布网力学很慢 你很容易买到整袋都是水的海鲜 所以呢 这个网的格子越小 越容易偷金减两 另外呢 有一些你看到主打这个线捞鱼货很心动 对不对 但是你只要用打水冰的方式 可以把冷冻鱼变成线捞鱼 价差两倍 民众很难发现 蛤蟆 中卷 干贝 用料实在的海鲜面 当然得有新鲜海产做配料 但有民众投诉 其实市场里 摊饭间都有些 淘加坡的招数 民众花了钱 买到的可能都是不足种的海鲜 老板快速的捞呀捞 不止蛤蟆进了袋子 连同海水也一起沉重了 这里面很多水 其实在各地的观光鱼市场 摊饭偷金减两的情况层出不穷 就有鱼饭私底下透露 像是塑胶网 沥水块 穿中此来比较实在 若是用布网 沥水慢 很容易买到整袋都是水的海鲜 其中网格越小的网子 越容易偷金减两 另外有部分的摊贩 主打现捞鱼货 是真是假 新不新鲜 似乎都是摊贩 说了算 有良心的鱼饭就透露 其实很多人都会把冷冻鱼 洋装成现捞鱼卖 行话就叫做打水冰 只要将冷冻鱼 浸在海水加冰块里 在要贩卖的前一天开始退冰 就能将鱼货还原成刚上岸的状况 冷冻变现捞 价差将近两倍 鱼饭间台面下的招数 让消费者误以为 买到最亲的鲜牢 没想到其实可能都是冷冻鱼货 生意要想做的长久 无论是偷金减两 还是冷冻变现捞 消费者若是直勤了 恐怕不会再上门光顾 接着陈古铭张喜高雄报导